去年我出差,你送我到渔航门外,大雪纷飞,和春天漫天飞舞的柳旭似的 今年春天已经过了,到了柳旭漫天飘荡的时节,跟下雪一样 可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忙完,回家也是遥遥无期 我只好卷起门帘,举杯腰月供饮 可是凉风露水又透过窗沙乘息而入,有些漆冷 就像月亮怜爱眼底的双雁,将柔美的月光斜照在画梁上 这个原文是这么写的 去年相送渔航门外,飞雪似洋花,今年春尽洋花似雪,游不见还家 对酒卷连妖明月,风露透窗沙,恰似横额连双雁,分明照画梁霞 这首词的词牌是少年游,叫润州座待人寄远 润州就是现在的镇景,此词座于宋神宗西宁七年1074年3月底4月初 正好是春夏交际的时候 苏氏当时任杭州的通派,因为镇济灾民去润州 思念妻子王润芝写下了这个词 704年1071年,苏氏因为反对这个王人事变法,申请离京到外地任职 被调任为杭州的通派 他在杭州远离了朝廷的派系斗争 在某种程度上,精神上得以解脱 这个杭州的景色又优美 杭州城的老百姓跟同僚对他又特别的尊敬 僧人呢,歌迹啊,又对他又特别的崇拜 这苏氏到了杭州就像大明星一样 被众人重养 在杭州这种惬意的日子可比在东京汴梁强多了 这个序曲的年轻的妻子跟年幼的子女 也使他感受到了天伦之乐 杭州啊,也就成了他的人间天堂 706年啊,1037年冬天 他又被派往长州、润州、苏州、秀州等州 镇绩灾民 直到第二年入夏才回杭州 这个秀州啊,是现在的嘉兴 这首情浓一身的相思词啊 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 这个特别适合啊 读卓的时候背诵 微醺之后背诵感觉特别的好 飞雪似洋花 洋花似雪,我又回不了家 对酒卷连妖明月,风露透窗沙 你看那个月亮 那个双雁成窗入对的 月光都照在这个画梁上 看起来特别的美满幸福 我却回不了家 太美好了吧 我却回不了你 我却回不了你 这是我却回不了你